学完第三堂枢纽分析表与图表后 相信大家对于枢纽分析表的运用更有概念了 以及如何利用枢纽分析表建立出美观的报表 还有互动式的枢纽分析表的建立方式 以及我们的特殊图表的建立方式 相信这些对大家的工作都会非常的有帮助的